2022年11月19日 今天的紀錄是超人托尼加掃早 現在什麼都沒有做過 只是掃早就算了 原本有意欲賞息 不過掃完早之後 似乎真的要想清楚 因為今時今的技術 它竟然是未完全分析的 分析的地方可以看到它的貼紙 246 這個即是怎樣說 今時今的Figurized Standard 竟然仍然要保釋 它的技術沒理由做不到 而且它這麼少部件 這麼少部件就應該可以分多一條線 這樣就可以完全分析 它又不做 我不太明白它的模型部是怎樣去分件的 然後它的配件就是它的手 那把劍 手和這個劍柄 是兩件組件來的 然後外面有兩件組件 這個位置有四件組件 應該說一二三四 外面藍色五六 六件才對 另外有兩對的手型 一個Effect 組件 一個紅色的Timer 整件模型最漂亮的地方 是透明件 它的透明件 做得很漂亮 可以說是我覺得比SH那一款更漂亮 SH那一款比較一下 它的透明件是比較漂亮的 現在呢 兩隻主角都拿出來了 玩具 模型 玩具是比較矮的 看見到 另外它那個玩具的大腿 好像比模型更粗 腰是比模型短 但是呢 玩具SHF的胸口是挺脹的 模型就比較纖細 沒那麼脹的 整隻最大的問題 是對鞋子 因為它對鞋真的很小 它做得高大一點 理論上鞋子應該要再大一點 但是呢 它看上去跟 SHF的鞋 但是呢 那個大小不是差得太遠 那本身SHF那一隻 我已經覺得它 那雙鞋是真的偏小的 加上模型 這樣的環境呢 它也是這麼小就真是 不太好看 還有呢 那個大腿呢 這個叫做 關節那條線呢 太明顯了 太不自然了 打橫一條 然後呢 跟著再加上這個位置呢 就顯得大腿很短很短 那它整隻拉長了 但是它大腿的視角呢 影響之下就會覺得有些不協調啦 那這個也是它模型的不足 那近期 Figure Eye Standard那些 模型呢 不知道做什麼東西好像退了步 為什麼這麼說呢 又拿一隻近期出的叫做 模面嬌人 BLAAT 那它呢 我就沒有拍視頻啦 因為 我也不知道它說什麼好 你看它這樣的環境 不拼了也不知道它真的不太好 不好在呢 不如先說好 好的就是它本身分析 叫做幾好 尤其是這個標誌這個位置是分析的 銀色的一個符號 那麼 頭 整個頭都做得很美的 腰帶雖然沒有分析 但是它的細節位置做得很美的 有心機的 看得到 但是呢 它肩膀 尤其是 胸口 哇 不知道搞什麼東西 總之看上去呢 好像很隨便地做 尤其是那隻手 這個位置 現在指著這個拳頭 拳頭又小了 那這個手的下手臂又好像 穿了一件衣服多個似 是一件皮套 那個斷層又太大了 你隨便收細這個 要是做大拳頭 不知做什麼 好了 到了 這個小腿 還有 腳本這個位置又是 喂 又好像穿了一條褲 就不是皮套一件那顆 又不是虛 這樣子 那跟著呢 那隻鞋還好笑 你看一下 小學生鞋 這樣子 又圓又脹 又古怪 哎呀 對上一隻的 Figurized Standard 已經是這樣了 以這個皮套特色來做 那個造型是差了 那麼現在輪到 超人 也都是 就不知道他搞什麼鬼東西 尤其是他有一個很神秘的位置 不知道做來有什麼效果 就是這個 紅色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是套得到的 套進去的 但是套進去之後呢 你要弄出來呢 又要拆出上身 再撩回那塊東西出來的 它不是做連動的 那 變成你 其實呢 說真的 你要 就去彎腰這個位置 你又做到那麼厲害 哎呀 又不是連動呢 那你不如不要做啦 搞那麼多東西 我做一個動作 我要做很多個動作 去還原它本身的外形 哎呀 你說為什麼呢 那麼這個腰呢 那個活動呢 其實呢 是可以拉出一點的 增加它那個活動 那麼前胸呢 如果不蓋那個板的話呢 那條腰呢 上胸咬身呢 不是咬很多 所以那個板呢 這塊呢 不是沒有它的作用 但是呢 設計上有缺陷 可以我這樣形容它 那 整隻呢 都是 唉 我都是決定不上色 這塊 那我花了一些時間精神去攪拌它 那我不如呢 搞一下這隻 又來安好過啦 對不對 但現在我還沒有時間和精神去做這些 更何況他真是 你這一輩子等到就等 等不到你就懶了 然後呢 再看看這個早期的 那些超級機械版的超人 你看得到他都有點心機 機械版很容易就好多 但是呢 你其實不是就不到的 尤其是他那個花紋這麼花 你可以由花紋著手 令到他活動增加 再說起花紋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做到這麼花巧 從前那些超人呢 平成三子 回比C之前那些 你會很容易記得他的花紋 花紋是怎樣可以想得出來的 但是呢 去到銀河打後那些 Vickery X Z 全部呢 其實呢 你有沒有想過 原來你是 時間想不起他的花紋 或者是比較難想起他的花紋 是怎樣去構成的 因為是他花得很亂 雜亂無章 好像他以這隻 托利加為例 他只是玩花巧 而不是真的實質 可以用漂亮去形容 我看不到他有多漂亮 尤其是現在的素組 這個模型 對於我來說是有點失望 因為他的外形 你偷看一下 不要說我自己和自己賣這個廣告 大家都人形 有什麼不足 然後再補償 整隻已經是差很遠 本身和他的素組 已經不能夠相提並論 其實 你做這個也可以這樣 你不要做到 做到你看一下現在 他好像是美型 但其實他的型 有一點都不美 我希望他下一個超人 不要這樣 因為好像ZERO會出的 但如果他再這樣 我想我真的要考慮一下 追不追這個系列 今天講到這裏 紀錄完畢 我們會先一下 每次來說 準備做好